记者张瑞珍台中报道,台中市北屯区成姓网友住处前的监视器,拍摄到6月27日深夜时时局,一名外表猥琐的男子,一边用左手伸入裤裆摸鸟,一边从大门探望偷窥,时间约三分钟之久,该影片提供给台中市警局五分局松安派出所。 不过,管区员警说,没有此人录卸画面,尚不构成防害风化罪名,警方只能加强巡逻,上述画面被贴在脸书爆料公社内,成姓网友说,两年前住处附近就有偷窥者出没,因此,在住处前安置监视器,上月27日夜间拍照这段影片,内容是一名身穿短裤的猥琐男子,左手伸入裤裆内, 先是于民宅的大门与窗户,贼头贼脑往内偷窥,之后,又从民宅窗户处折返大门,继续从大门往内偷窥,左手仍持续伸入裤裤内,右手则拿住手垫头。 这名为锁男曾一度向开门,发现大门锁住,又观望一小段时间,随后暂时离开,去找寻其他偷窥目标,离开约一分钟,他折返住宅大门,又偷窥一小段时间,可能看不到住宅内部而失望离去,左手始终放在裤裤内摸鸟。 靠腔,中市警局五分局松安派出所所长贾昌华回应说,关于疑似有窥探隐私情形,警方已加强附近巡逻守望勤务,令一查访周遭已厘清该名对象,维护林立社会大众安全环境。 谢谢各位设有关心,若有任何问题请不吝赐教,网友对此事议论纷纷,有人建议,自为锁男人手摸到的地方,可采集指纹离清身份,有人建议假装发生声音或光线的感应器来下组,有人认为他是像偷东西,有人建议打断此人手脚,就不会再来。 有更多网友质疑,此人为何一直把手放在裤袋内?